美中2013年签订的合作备忘录 原先允诺让美国会计监督委员会 向中国集合单位取得中期的会计资料进行审查 但实际上却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 中共当局今年3月甚至修订证券法 禁止中国公司未经监管机构批准 跟海外监管机构共享审计文件 等于不需要遵守美国基本的审计标准 为诈欺行为提供保护 美国参议院5月20号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 如果外国企业无法证明 不受外国政府拥有或控制 或是连续三年 为遵守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审核要求 将禁止外国企业包括中期 在美国任何证券交易所上市和交易 该法案正等待美国总统川普签署 近期知名中企瑞幸咖啡大幅造假财报 引发踏法遭索赔高达112亿美元 预料美方未来针对中国企业 将祭出更严格的管制措施 新唐亚太电视沈维彤台湾台北报导 没有任何证明 能能な丢逛 排毒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